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二战期间世界各国为了获得胜利 想尽办法在敌方阵营中安插间谍 这种打听情报的间谍虽然不会直接参与战斗 但也会经常遇到生命危险 身份暴露被处决的时候 敌营中的人都会鼓掌叫好 我国在抗战时期就有很多地下工作者 比如夏文韵这个有名的汉奸 实际上就是冒着生命危险 为国人争取情报的地下工作者 在台尔庄战役中夏文韵送出了八个字 日军南动而北不动 这让我军掌握了日军的基本部署 于是对正下要获得了战斗的胜利 相比之下日军获取情报的方式就简陋了一些 部分胆子比较大的日本人 仗着自己长得跟中国人有些相似 但要大摆地混进了八路军中 王晋山将军当副团长的时候 就识破了两个混在军队里的女特务 刚开始的时候 他只是觉得这两个女兵有些形迹可疑 于是走上前去跟他们正面接触 两个女特务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怀疑 还很热情地跟王晋山将军进了个标准的军力 同时恭敬地说道 晋山副团长好 这句话让王晋山将军立刻警惕了起来 随后他把警卫员喊来询问两个女特务的身份 警卫员当时回答说 这两个女兵刚加入部队 还没有安排具体工作 王晋山将军听说后 直接让人把两个女特务抓了起来 女特务知道自己身份暴露非常恐慌 不过强行冷静下来 跟王晋山将军抗议 希望他不要误杀好人 而王晋山将军没有理会他们的狡辩 直接将其击毙 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他还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前因后果 我军战士得知真相后 拍手较好 日本人跟中国人外貌上虽然有些相似 但是两国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却截然不同 这种与生俱来的习惯 经常让日本特务暴露身份